欢迎来到雅各说书的时间 2021年7月份的时候 绣原鸟来到老家的铁商竹草 这时候我不知道 草学里面的有的雏鸟大概是几只 看起来就两只左右 但Wiki白哥他们说可能会有到第三只 那雏鸟的话是由公鸟或木鸟共同归一样 他们会不同时段飞进飞出狐狱下一代 那我们观察到这个绣原鸟对人的级级性非常强 所以我们靠近的时候 基本上它来飞远远的躲避起来 所以雅各是远远远用光远镜进镜头进行拍摄的动作 那这个绣原鸟雏鸟的发育到 我们可以起飞的时间都会在第11天左右 也就是11天之后他们就可以执行离草 那等于说我在两中链 这个鸟已经飞离草穴了 我们继续观察这个鸟的生活的形态 后来的这些鸟在某一天下午分别离草 到晚上之后生一只狗鸟在看观望 那最后分别离草 所以大概说在14天以内就会离草啰 雅各的说书故事就要到这边咯 那战舰总是有数管故事 那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